哈啰 大家好 我是桑桑 来吃的桑桑 欢迎收看 友善无随 如果来到越南Hochmin City 只可以待一天 我们会干什么呢 今天就带大家去干什么 Let's go 好漂亮 有很多拍照的地方 这里还有gym 带大家去看看越南风景是怎样的 I just take the pain away 今天呢 我是学生妹穿搭 跟一个老uncle 吃这个咯 谢谢 来到越南呢 我们要吃法国面包 我们来到越南 整大概五天了 差不多每一天的吃越南的面线 我这一次终于吃到法国面包 和里面塞马肉去做工 没有什么时间哦 早餐呢很适合 因为这样差不多两分钟 就送上我们的桌子了 这一家餐厅呢 不是我们在网上找的 烦死了史上莹 这一家餐厅就只是在我们的hotel附近 混随便的就来吃了 大家看这个饭是落米 这一家餐厅是很多客 应该是当地人都会来 也没有什么游客 它饭淡淡无味的 它饭淡淡无味的 应该是要配肉一起吃 这麵包的外面是还蛮脆的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 我们马来西亚人会那么胖的 它里面炒soft 这是我第一次吃法米 它比我想象中好吃啊 因为在我印象当中 这种麵包就是超级超级硬的 可是不会来还可以咬 虽然这一餐是没有特别的好吃 可是呢 就能体验到当地local 会吃怎样的早餐啦 朋友们我才6块钱慢咯 在马来西亚吃酱 觉得应该要整 吃8块咯至少 饭的话 我还是比较喜欢马来西亚的 你咧 你喜欢一粒粒这样子啊 这一个早餐呢 我没有觉得 你们一定要来必吃啦 然后刚刚是有看到还蛮多 上班族会来这里打包 跟着越南人走归错 一下飞机的时候 你们就看到这里的屋子啊 真的是好密好密哦 你是几年前来越南 四五年前吧 比起四五年前你觉得 越南这里有什么改变吗 Sygon这里 比较多车 以前呢 这里的摩托Cycle会比较多 现在则是车 越来越多的 蛤 你这哪一个 啊 不知道 不会看 哪一个是咖啡 不知道 应该就是咖啡加麦咯 应该吧 你问那个学生咯 朋友们旅行的时候不懂 就应该问 哪一个是咖啡 没有咖啡啊 二 万ed 谢谢 那大家不会的话就问人就对啦 你计� Scarynas 不是 那个研究 这个研究 对 三十万元 对 三十一 万 三十万 1万块钱 30万块钱的话到底是几个钱 有很多国际学生吗? 谢谢 你很帅 欢迎来美国 来 我来试一下 是很浓咖啡味 很苦 是甜 可是又那个苦了 已经盖过那个甜了 是不是 是 刚刚呢我们就问了越南的大学生 可是我们忘记问他是读什么科系了 后来我们查了查马币 一年30万块钱的印尼 一年 印尼 哦不不 30千的越南针 30万块钱 哦不 差了几多钱 6千 6千块马币快了 差一点分到仰表了 原来这里读大学是那么便宜的 在路边喝的咖啡 大概马币4块钱 Post Office 大家都来打卡的地方是吗? 是 越南和马来西亚一样是一个多元文化 还有多宗教的国家 大多数人都是信奉佛教还有天主教 所以呢你在越南的街上可以随处可见教堂 到底后面这一个status是谁来的? mother mary 你的妈妈吗? 啊 然后我发现一点 越南人没有这样严格啊 在做生意上面 然后你看如果想要摆一个饮料档啊 在马路旁就可以开始做生意了 在越南呢千万不要讲没有地方逛 一定会有人想要穿衣服 一定会有地方可以shopping的 不走 不再走 谢谢 这一个shopping的地方呢 主打是走比较地下街 男装女装都要 好像是他们本地的牌子全部 摸起来保留地站 ok Let's go shopping 350 thank you 其实看 是ok啦 其实 哇很好欸 哇操 这个布够好嘞 这个看起来 越南是你的天堂啊 哦 这一个是300千越南吨 卖饰品的也有 价格也透明化 这一个地方呢 比较多 本地的潮牌 喜欢潮牌的人 应该就跟他一样会买 这里呢也是可以试 公司也是比较好 可是这里的店呢 不需讲很多啦 大家来到东南亚国家呢 一定要吃这一个 我们马来西亚叫 属于欧 华语呢 叫 脸乌 然后英文叫什么 Bell food 什么叫 Jumbu 什么叫 Bell 为什么它叫Bell呢 是因为 它形状 铃铛这样子 所以呢 也记得 subscribe我的YouQ channel 打开小铃铛 你不是想喂我吃吗 我是 我很喜欢这个水果 是因为它红红啦 它里面很多水分 很隔渴 我一天可以吃subscribe 这个摊吃鬼 你妈妈妈妈的 我们在路边摊买的 5粒 25间 它样子是长这样的 大家记得要认清楚哦 外面的天气实在是太热 我们又找了一个咖啡厅坐下来 现在午餐的时间呢 我们决定了吃越南的McDonald 看看McDonald的价钱 就能知道当地国家的物价水平是在哪里 是吗 不知道 不知道 还是你从所以就想要吃 我想吃 我们现在就去看看 到底和马来西亚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在哪里 南迈Rose Royce的地方 类似来马来西亚的大宗楼吧 大宗楼 你知道为什么叫大宗楼吗 因为 那里有个宗 不放BGM给你 昨天呢 我就问了Anorin Chin 这位是谁来的 他就跟我讲 他叫 Ho Chi Minh 蛤? 他叫 Ho Chi Minh? 我就笑他咯 哪里有人的名字跟这个地方一样的 耐指的 他真的是叫 Ho Chi Minh 来来来 他的名字叫 True Teach Ho Chi Minh 他跟我一样姓猴咧 我叫 Ho Pai San 这样子 我的血统应该也是有越南血统吧 应该啦 还是 Ho Chi Minh 不幸福啦 爷爷看起来还蛮帅的 西装鼻挺 跟大家说 Hi 我们马来西亚的国花呢 就是大红花啦 他们的国花呢 应该就是莲花啦 种满莲花嘞 也太漂亮吧 我真是第一次那么近距离看一个莲花 哇好漂亮哦 大家可以来到这里打卡 大家可以来到这里打卡 我现在还蛮怕我的电话被抢走了啦 应该不会吧 我吃麦子 快点过马路 快来不及了 他也是有炸鸡耶 这里是没有猪肉的部分 可是它东西一样耶 嗯 嗯 我这样吃哦 辣椒啊当然 它讲的一样是跟马来西亚的menu差不多一样 是吗 确实是差不多啦 我叫了两块炸鸡 还要一刹Bak Mac 大概是 151千 找到越南 跟马来西亚的McDonald有什么不一样了 就是他们这里酱料特别的多 辣椒酱看就有两种哦 马来西亚是没有麻油的意思 哇酱热的天气和这个快乐肥仔鸢真的是很快乐 它这个辣椒哦 还蛮辣的耶 有点点像泰式辣椒哈 是吗手条不好吃 好吃 这个辣椒酱就跟马来西亚差不多 它Domato sauce 好像很浓稠 它手条不到位了 真的吗 可是它的酱料真是成绩十足了 看它的皮是还蛮脆的啦 可是没有马来西亚的那么红 先吃它的鸡皮 这是最精华的 这表情是什么意思呢 再给我试多一口 它炸鸡也蛮辣一下 可是是差不多啦 我试一下 是好吃的 可是就是没有马来西亚的那么红 这里的炸鸡依然也是很好吃 啊 比较不一样的就是哦 它比较重 很香味 马来西亚是辣味 是好吃 可是我觉得马来西亚的麦德呢 比较 比较 汉堡包 跟马来西亚的类似 可是它的肉更软 一动一下它就烂掉 马来西亚的好像有比较有嚼劲一点 讲到购物呢 很多人呢 都跟我们推荐了 这一个市场 这个Saiwan Square很棒就是哦 还有冷气 不用热热的逛街 他们这里的人呢 什么话都会讲 他们又讲 你好 又我们讲你好 他看我没有反应 就画另外一个language跟我讲话 好几多家冒的名牌 看起来是蛮整的啦 可是 不是假的啦 大家 很难讲 很难讲吗 应该吗 看来他们是投资拿出来的 然后 也是一本的 Nike在越南设长 所以呢 这里是真的还蛮多Nike的 刚刚我帮大家问了 Chanel小钱包 1.2 million 200块块 500千 买了一个钱包给我们吧 他的quality 我是觉得还蛮不错啦 Penta Market的入口处 这里就没有冷气 我们一走进来 这里大把人问你要不要买东西了 比起Saiwan Square呢 这里呢 更多的选择 这帅哥呢 不提倡假冒 他不要来这里买东西 里面呢 大家都是需要下价的 可能你们可以用半价的价格 就可以买到了 可是呢 这一排街哦 都是Fixed Price 如果你们不喜欢Saiwan Square的话 你们可以来这条街 只是选择就没有那么多啦 以前没有regulation的 就是它不会写那种Fixed Price的东西 可是现在还是有写的 比起三四年前越南呢 更少人坐在路上喝茶了是吗 对于之前很多 随便走一下都很多 一大堆的 有可能也是因为现在的车比较多了啦 比较危险了嘞 因为像这些地方呢 都是这样坐着的 蛤真的啊 真的啊 以前以前 就卖咖啡这样子 这些树好大棵喔 这个你要是要重复了很多次是吗 重复了三次同样去植 下一站呢 我们就是要去他觉得很值得去的一个museum 没有到值得啦 就是你不去的话就好像 没有去到这样 就代表没有来过Sygon的感觉是吗 我没有这样讲啊 好咯 我不敢做这种大大的 决定啊 好咯 下一故事呢 有点搞笑的好死不死 我又没有录到英 长得非常慈祥的uncle呢 就看到了两只小羊 好像迷路了 就上前来告诉我们要不要带我们去 他说要放工了 就拿起两个椰子要请我们喝 这位帅哥呢 还很开心的合了照 好 椰子我们哪里可以白喝咧 看他那么辛苦我们当然要给钱 于是 好跟他咯跟他咯 带我们过 le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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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150还是50 150 这样子是 卖GPS 我觉得要拼了 不要拼掉去 太细 之前给他拼掉去 我以为是50 我脑里面没有算过而已 他妈 150啊 30块两个 30块两个也值了 大家出外还是要小心 你等我吗 喂 你在这里啊 为什么你会在这边 你在这里直播吗 没有拍视频 入门票是几多钱 4000两个 我们进去看一看 来这里呢 你们可以了解 越南的历史 法战的事情 跟何其名合照一下 快点呢 快点 快点 现在呢 我要专心读历史课了 拼人 嗯 这样眼看得到吗 这些墙壁上的照片呢 就在越南打仗时期的时候 他们就给炸弹炸到了 你看 好幸福 好幸福 我们 我们真是太幸福了 生在世界和平的时代 世界不要乱打仗 刚大靠 刚超大靠 这一次的自由行 坐到我的脚好痛啊 我们回来酒店休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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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大白蜜 像全部是越南人齁 本地人会来吃的 离我们的酒店大概四五分钟 我们这样子罢了 就有问我 全台小姐姐 她她讲这一家餐厅 还蛮出名的 本地人来的一家海鲜餐厅 诶 我们的饭呢 这样我们就吃海鲜罢了哦 你这样吃哦 就这样吃的 所以哈 拼上桌子的时候 那蒜香味超级的 它外壳鲜鲜的 这家里面不是没有味道 什么苦 我在想要这样吃 西汗还蛮大力的 是刚刚好咯 不会煮到太熟 酱料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盐还是啊 应该是吧 他们这里没有放酱油 是放盐的 可是我们这的菜好像不送饭 是 炸醇卷哦 满满都是馅料 很扎实 好啦 今天的越南风 游山玩水呢 就到此为止了 总结来说呢 很好买 还有很多咖啡厅 很多美食的一个地方 真的是一个国家 我会再来的 你呢 来吧 好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就记得给个赞 然后想share我的频道 还有打个小铃铛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